自澳門全面恢復通關後 不但旅遊業隱隱向榮 會展業界同樣向好 近日亦有規模過萬人的大型企業會議 在澳門新的會展場館舉行 為旅遊業再添助力 何玉英認為透過今次萬人規模的成功案例 會令更多大型展覽、博覽會及峰會有信心來澳舉辦 她有補充指政府對今次展會提供非常全面的幫助 不但有貿促局提供的會議及展覽激勵計劃 對事前籌備、出入境、交通等方面的支援 更是讓旅客奔仕如歸 有本地商戶表示 近月多場會展為澳門帶來大批商務旅客 而這些消費力高的客群 亦都非常願意就進社區之中 對社區經濟復甦起到非常積極的大動作用 現在政府其實都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有一些專車送這些客人入社區 這些客人來到社區的消費力是相當好 看到的效果其實就是之前做了一些功夫 做了一些工作 而令到一些客人對我們的旅遊有興趣 現在就過來旅遊 隨著萬人規模大型展會的園滿落幕 以及新的會展中心、酒店陸續投入運作 均展示了澳門的會展業園硬件實力 隨緣會吸引更多會展活動落湖澳門 據某速局統計 今年全年澳門將展開至少於700項大小會展活動 下半年預計如2萬名商務旅客將從各地赴澳參會 將有效帶動澳門整體經濟復甦 並為澳門經濟多元發展增添新動能